三名总统候选人在完成投票之后 也到不同的投票站视察 他们受访时都表示投票过程很顺利 来看记者陈云儿的报道 总统候选人黄国松早上9点15分 陪同未婚妻刘以珍到惊喜民众俱乐部投票 10点左右他抵达加东民众联络所的投票站 投下属于自己的一票 黄国松花了大约10分钟完成投票程序 然后乘车离开 前往牙龙试乃民众俱乐部和后港中心 两个投票站视察 另一名候选人尚达曼在傍晚5点半左右 抵达莱佛市女子小学投票 他表示选择较迟投票是听从选举局的建议 避开人潮 圣达曼大约花了10分钟完成整个投票程序 他过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过程相当顺利 并且也透露今天早上自己也视察了几个 在淡宾尼和马兴林的投票站 陈金亮一早前往安德逊 石龙刚初级学院的投票站投票 他在投票后表示整个过程顺畅 他使用的是勒林人士优先通道 等了两分钟就完成了程序 陈金亮后来也紧锣密鼓到包括陪华中学 乐赛学校等多个投票站视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